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智能插座的应用 如同标题所呈现的就是我们可以居家矿机 那两相宜啦OK 那我们可以实时利用它的APP 比如这上面所呈现的 我们可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达到实时去监控我们的用电的状况 好那这些列出来一个优点就是说 我可以实时监控居家或矿机的用电 或者是说当你的矿机当机的时候 人在外面那挂了嘛 你没有办法再去重新启动 你唯一的方式就是强制断电 然后并搭配电脑的设定 断电后复电自动重新启动 那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让大家非常清楚就是说 我们千万不要使用来物不明的常牌 那你要确认你的使用需求 请勿超过智能插座的规格 比如不要超过智能插座 所能承受的操作温度电流以及功率 然后呢我们要定时 有的注意插座是否变色 跟你在观察你那个线材一样 一旦如果你有变色或变黄 代表其实它已经开始裂化了 我们最好停止使用或者更新插座 那我会强烈建议就是说 你使用插座呢 所能承受规格的70%或以下 比如最大的承受电流是15安培 那你不要超过10安培 那相对你有游刃有余的空间 给留点Buff 因为毕竟呢 你每一个操作品质也都不太一定嘛 OK 那温度也是一样 都要保留一点使用空间 以防止一些意外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影片吧 OK 这次来为大家测试一款涂压Wi-Fi智能插座 那这个智能插座规格是16A 那你可以看到我下面接一台电风扇 好 那下面这个手机的APP 看一下 好 再近一点 OK 那现在我去打开APP了 我固定一下这个 这个摄影机好了 OK 摄影机算是固定好了 好 那我现在进入这个界面 看一次 好 好 那看到这个界面呢 OK 插座已开启 OK 那我点一下那个 用电量 下面有个用电量 点一下 好 那这款规格是16A 那我建议各位 如果我真的要用的话 不要超过10A 如同我上面的说明 那之前 其实我这个3月份 2011年3月份就买了 那我一直没有用 的原因是因为 在之求买一个10A的 不是这一个品牌 那 那他说只能用小家电 结果拿去插泡 一插 蹦 烧毁了 OK 所以我一直不敢用 那这个店家说没有问题 当初说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这个不好的金融 我还是没有用 那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 昨天我测试一下状况是OK 那我们先开启一下 这个电风扇 这个电风扇的规格的话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电风扇的规格 起码是 啊 OK 在这里 好 电风扇的规格 电风扇的规格是可以到1200瓦 那110V嘛 那大概十几A 那15A 15A在他的规格里面 那我们先开启第一段 好 第一段是凉风 做一般的风 OK 它开始跑了 我调一下焦距 OK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现在是47瓦 47瓦 这是凉风第一段 我们开启第二段 第二段是微热风 微热风 大家看到没有 是676瓦 676瓦 它安倍数来到6.5安培 OK 就6527mini安培 那 我再开到第三档 那大家要注意 就是你开到第三档 大概是1200瓦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一般的浴室啊 或者是说 你厨房的必插 最多容量是15安培 那也就是说 你今天插一个电风扇 如果说 你这个电源啊 你旁边还有插一个矿机的话 那你绝对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 你过没多久就会跳电 非常危险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个智能插 或者在 不晓得 在用电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的BLAGAR 比如说是20安培 它所分配的电源插座 这个插座呢 单一插座最大容量是15安培 OK 但总和的话 这个BLAGAR分配 比如说到2000的位置 两个加起来 不能超过20安培 也就是说 我今天这边开一个风扇 吹风机 那旁边的浴室 我再开一个吹风机 那大概吹不到几分钟 BLAGAR就会跳电了 那相同的道理就是说 你在挖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好 那我们来开启这个电风扇 看它 OK 不能吹我 被我手机吹太久 看它可不可以承受1200瓦 那如果可以承受的话 代表这一个涂鸦是 Wi-Fi智能插座 还是可以用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我看到第三档 等一下哈 第三档 好 第三档 然后可以承风量 哦 1300瓦 1300瓦 那我 我昨天稍微测一下啦 大概开了一分多钟 那就可以到15安培 可是我建议呢 不要这样子使用 因为 其实每个产品的品质呢 我开到第二档好了 开到微棚 关掉 因为呢 每个产品的品质啊 制造品质不一 有的可以耐受度比较好 有的耐受度比较差 那我们在用电啊 不管做什么时候 都要游刃有余 所以这是今年 这个 这个智能涂鸦 Wi-Fi智能插座 我觉得品质还OK 但还是需要长期的观察使用 那待会我配一个动作 就是说 我如果利用这个智能Wi-Fi啊 当我台电 断电的时候 我在复电 如何让你的矿机 或者说不一定要是矿机啦 就是说 你的什么设备 你需要在复电的时候立即启动 那我是以电脑做范例 好 我们到下一个画面去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矿机 上面有几张矿卡 OK 然后呢 它是有一个110V连线上线接的电源 那这电源呢 是接到这一个智能插座的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插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用电状况 切一下我的手机 OK 目前的用电状况是173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智能Wi-Fi所显示的 是几瓦 还没挖矿的时候呢 看一下 好 连接失败 哦 那是刚刚另外一个插座 我们返回首页 这时候是连接另外一个智能插座 是A1这一个 ASUS 我们点一下 好 点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用电量是346 那刚刚的那个 HiveOS呢 它只显示173 大概只有它的一半多一点点而已 这个显示就是说 其实真的用电量 你必须以智能Wi-Fi为准 那个HiveOS你仅供参考 尤其是在你挖矿的时候 差距更大 好 那既然呢 我这一个电源是来自于智能Wi-Fi插座 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 就是 当 因为我电脑已经设定好了 就是说 当我关机 当我停电在复电的时候 它会自动启动 好 那我们现在来模拟 我将这个电源 将整个电源关掉 OK OK 大家听到比较安静 矿机 矿机没了 好 OK 那现在呢 我打开 我打开哦 我手不动 我们直接打开 看那边的动作 OK 打开 矿机会自动启动 等一下我会分享 就是说 我们去如何做这个设计 好 那我们回来这边 回来A处这里 回来 这个部分 再看一下它用电状况 因为它会有点 传输之带会有点lag 它现在还是显示200多瓦 其实呢 是 等一下它会归零 那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回到这个部分 我们先回到 HiveOS这里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它上线了没 OK 怎么显示在上线 OK 它离线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才刚 重新启动 要等它连接上 那一个 HiveOS 那我们等一下啦 OK 我先切到这里 这个机器上面 好 那我们等一下 那过一阵子之后 就是过一回来 就是这个 刚刚启动失败 我又重新开机 那重新开机 之后又重新连上线 那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它现在用电的功耗 好 用电功耗呢 一样是在174瓦 那我们刚刚知道 就是说 我现在把它切到这一个 Smartlive这里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的功耗 功耗的话是在347瓦 好 那我切到HiveOS这里 现在呢 我来启动这个挖矿软体 我将维护模式取消 维护模式 Walk Option 这里把它取消 Disable Apply 然后呢 我再点 重新挖矿 Miner Restart Minor 这里 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实际的功耗是多少 那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说 实际上你在HiveOS上面 所看到的功耗都是显卡 它并不包含Riser卡 因为其实Riser卡的功耗 耗得也蛮严重 主机版我觉得还好 顶多100多瓦 那不至于就是说 你看到就是几乎是 再加上8成的电力 那今天呢 这个刚刚大家看到就是这个 涂鸦 Wi-Fi 智能插座的话 其实它在功率上16A的话 对于一般就是说 你耗电量在1000W以下的矿机的话 我觉得是OK的 相对是安全的 可是呢 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你看这个智能Wi-Fi这个插座 你可能要去摸一下它的温度 如果说太烫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用 那你要找到相对的平衡点 那如果说你今天的机器啊 或者说其他设备是在冷气房之下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相对的OK啦 那我们看一下 等它跑一下 OK 它现在瓦数在跳了 155 那就是说我们并不会常常遇到台电啊 停电啊 的状况 虽然在夏天都会很频繁 那 因为今天的这个ASUS 我今天测的大概有四五次就是 停电 副电 停电 自动副电 那它会顺利都开启 那刚刚我停电又副电 它找不到那个 我USB的开机点 那我重新reset 找重设USB开机点找到之后呢 我重新开机又自动开机 所以基本上呢 我觉得 停电又副电这个操作 自动开机 其实对你的电脑 不一定是友善的行为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还是会遇到bug的 那 其实 就如曾所讲 一年停电的次数大概也很少吧 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顺利开启 那希望这一期的介绍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等一下 OK 204W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还没看完 就实际上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那个智能WiFi上面显示的耗电瓦数 跟 HiveOS上面的差异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那你也就可以 就是随时在外面去可以监控你的耗电状况 我们今天 并不一定要用在那个矿机上面 在其他的家电产品也可以是试用的 那 那 再看一下 OK 398W了 OK 398W 好啊 这一旋背是398W 那其实呢 就刚刚如同所讲 其实它是会包含就是前 那个Riser Card的用电量的 我们切到智能WiFi 那边 看一下 398W 这样400W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是756W 那电流是6.7A 相当于7A 那我这个规格是15A 那我觉得在10A以下 应该是相对安全的 那 如同影片的介绍 就是说 你还是有很多细节要去注意的 那希望这个应用呢 对大家 想用的人有所帮助 就这样子 如果喜欢的话 帮忙点赞 订阅跟分享 谢谢哦 OK 好那这是我ASUS 这一台电脑主机的设定 一开机之后 你一直按Delete 间一直按Delete 填 然后呢 在画面的右下方 有一个进阶模式 好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叫做监控 好我们点一下监控 好 监控的话 我们主要监控的 当然就是电源嘛 对不对 哦没有没有 监控里面没看到 我们点一下那个进阶 进阶 进阶 进阶里面有一个 OK高级电源选项 这里 点进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C电源中断后回复 AC电源中断后回复 在这里 OK 我写这里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我设定就是开启 意思就是说 你中断了 断电之后又 又复电的时候 它会自动开启 OK 然后呢 这个PCIe换情 没有必要把它关掉 那RTC换情 就是说你可以去设定 再模 每天的固定的 几点几分去开启 我这边设定是 因为我是三段式 我这边设定是 22 22小时 30分 0秒 那这可以省去 你一个优点 就是说 你不用手动去做一个 开机的动作 那 这个是有关于电源自动开启 跟自动 电源断电后自动开机 跟定时开机的设定 的分享 那 其实呢 如果没有必要 我是没有 没有 不会强烈的建议 就是说 你让那个AC 中断后 立动再去 启动电脑 因为 因为呢 呃 其实这个 会不会伤害到电脑 我也不敢肯定 那可能要 就是说 你自己多方去尝试 会不会有时候 什么突破啊 造成一些电脑挂掉啊 或显卡挂掉 这个 是有人这么样报道的 那 但其实电脑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可能也OK 要取决于你的设备 好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呃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最后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这视频 对你有任何帮助的话 还请帮忙订阅点赞跟分享哦